在我参与教会的头个几个星期 在教会崇拜完结了之后 有朋友就邀请我去参与他们的小组 那时候完了教会之后 其实那个小组的地方就是 跟教会很近的 就是Starbucks的咖啡店 其实那一刻我好想认识新的朋友 所以我就答应了 那时候我预计不到的就是 神大大使用了这个小组 带领我走向一个更加好的旅程 去认识更多的朋友 和投入生活 我学了在神里面的话语里面成长 我们也很想你体验我们体验到的东西 那我们生命堂里面的联系小组就有分两个不同的组别 那就是有圣经联系小组 一起去认识新的朋友 And we have English groups, Cantonese groups 对了,还有我们有英语小组和广东话小组 For men, women, couples 给男士、女士或者男女士拍拖的家庭 What else we got? Business people, moms 对了,还有学生和做生意和全职妈咪 我们所有的年龄层阶段的人 我们都有一个位置给你 We really would encourage you to be a part of a group that loves and cares about you 我们也都很想你能够参与我们其中一份子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you can talk to one of our leaders They'll help you get started, find the right group for you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的呢 你可以跟我们的领袖去谈一谈 他们可以帮助你去找一个适合你的 Or you can look at all of our connect groups on the system and sign up for one today 或者你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上面 去浏览我们所有不同的选择 让你可以选一个适合你的联系小组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 我们在下一个短片里面见你啦